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班宗徒是不暴力 充满喜乐 还有是有道理 令到照亮了他们的黑暗 他们的不信 他们读了这么多书 而竟然 没有了真理的号召 因为他们知得多 但是心不静 所以他们想杀他 有如他们想杀耶稣一样 他们想杀了他们 但是今天说到加玛利尔 加玛利尔是什么人呢? 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学士 这个人对我们以后再看《中途大事》 也很重要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出名的老师 而他失下弟子最出名的 就是后来的保禄中途 《清出于南》这个素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学了法学士 可以给他的东西 之外还要迫害跟随耶稣的人 这个素禄 他可以看到这个老师 他真的很聪明 很聪明 就要看他的理论 听到他是不是在帮基督徒呢? 好像是 他就是说 你们不要轻举妄斗 不要伤害他们 这个理由其实都在人的理性上 是无系可激的 理性很理性的 世俗性很理性的 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他们是属于人的 我们看到以前那些 不是天主派的那些 他们搞了很多东西出来 有几百人跟他们 他们最后都是失败的时候 因为天主如果不是他的旨意 那些东西会失败的 如他们失败了之后 你都不用做什么 他们都会散 不属于天主的东西 是不会成就的 这个加玛利尔说得非常正确的 我们跟随天主要记住这个东西 只有天主的旨意 正会持久的 不是天主的旨意 是会消灭的 是会溃散的 值得问我自己 我感最大的心思念类 我摆最多的时间、金钱、兴趣 我最投资下去的我的心神 是不是天主的旨意呢? 如果是天主的旨意 是会持久的 否则是会幻灭的 是会溃散的 那我们投资下去持久呢? 真实的东西呢? 还是投资下去虚无呢? 这个真的值得辨认了 真的值得辨认了 我究竟为了什么呢? 我投资下去的时间 我摆了金钱、天才、兴趣的 我的财富 我摆了哪里呢? 我最兴致勃勃的 要追尋的、沉迷的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天主的 我们真的要小心 就是说我可以尋死的 在尋幻灭的东西 在浪费时间 我要尋持久的东西 加玛利尔在这句话上是绝对正确的 非常好 整篇圣经说得最正确的一句话 接着他就说了一句 听完之后好像很有道理 想想之后就发现很有问题的一句话 说话没有问题 只是行动的一句话 他就说 但是如果他们是来自天主的 他说了两句话 他说第一 就是你会发现 你们不能够去消灭他们 接着他就说 还有你们有可能 甚至会发现自己是对抗着天主 这句话很有道理 这句话也说得正确的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分开两节来说 就好像说到 如果是来自天主的 你也可以对抗的 你只不过是不能够打败他 究竟这帮人是搞什么呢 说来说这帮法学士 这帮司制 其实不是为天主的 如果是为天主的 他说如果是为天主的 你不单止要放他走 你直接要去检讨 直接要在行为上改变自己 以及悔罪有关对耶稣当时的迫害 但他们觉得很自在 不可以杀他 但是可以打他 可以诅咒他 可以禁止他 这个就是理性 以为人的理性的限制 思想正 心不正 心不正 就真的很有问题 我们有时候都是 我们以为自己懂很多东西 神父自己开始 就是很多神父 你不是读那么多神学 你不会有那么多异端 不是说所谓晓学的人会有异端 但要搞得到异端 你一定要懂神学 所以我们智慧多 我们要小心 有机会看看 这个尤达书 Jude 在墨斯陆之前的最下本书 整本书的警惕就是 做老师的 你要加倍小心 因为你说错一句话 害人 害人害己 有加倍的懲罚 智慧越多的人 偏离的时候 影响的就越大 我们越懂得多的 我们的心一定要越以赴天主 一定要承认 我更需要心 充满着天主的慈悲 爱、怜悯、牺牲 很重要 你可以看到一个对比很大 这一班读宝圣经的人 读宝法律的人 觉得我们是对的 我们是不拘散你 我们是给了你面子 我们是很有智慧的 所以我们是哪里打的 很有问题的 但是心是给不了他们自由 释放、喜乐 但是相比这一班 似乎是愚妄的人 似乎是没有什么神学基础的人 但是他们被人侮辱 被人鞭打 这个形容是什么呢? 出来起气扬扬 为了耶稣爱的名字 为了天主拯救、宽恕、无条件、白白 为我们所做的事 他们被人打 你不要以为鞭打很小事 鞭打是很严重的 这是一个惩罚来的 他们被人打完之后是很伤的 但是他们没有埋怨 他们没有仇恨 他们没有报复心 没有叫天主诅咒他们 他们宽天高声赞美天主 这个就让他们看到 谁拥有天主 我们走去哪一边呢? 走去幻灭的 还是走去持久呢? 我今天为了什么而活呢? 是不是环境可以改变呢? 这个会不会太过世俗呢? 还是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 有一件事很深、很深、很深 在我们内心深处 我们知道 不是一些很复杂的事 而是很简单的事 就是我是被爱的 我原是忘羊 但是我是被沉获、被爱 不再迷失的羊 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 任何环境下 我们都可以喜喜荣扬 被人打完、被人警告完了 他们怎样呢? 不断地、持续地、大胆地 返回圣殿 每天聚会 赞颂天主 他们是不是搞反对? 不是 他们不是活在这个角度 不是活在世界限制的角度 去为天主祝福的角度 教会从来都不听政府说的 不是因为政府控制教会 教会从来都不受政府控制的 教会是受什么控制? 受真理控制的 受爱控制的 是甘愿选择 用最好的方法去爱别人的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去福求圣神 圣神让我们看到 我当下 当下在这一刻 我今天选择的方向 究竟那个价值在哪里? 是不是天主的旨意? 怎样可以聆听到天主的旨意? 我有没有放时间去呼求天主? 天主我想知道你的心意 我们有没有试过 还是会觉得很难的 或者好像听不到 就轻易放弃 还是我们可能想得太复杂 太过在这里 而天主很简单的声音 可能就在这里 就是想提醒我们 我在这里 我爱你 你是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今天我想跟你一起走 Kai 我爱你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